我觉得说今天咱们的逍遥声和剑侠客 似乎有一种不同于往日的诙谐有趣 江湖果然不缺乏欢声笑语 如果各位玩家们以为咱们今天的活动到这里 就已经结束了 那可就太小看咱们了 相信少年游这部电影 大家已经等了非常之久了 也一定相当的期待 那么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位重量级的嘉宾 将要来到我们的现场 他会用歌声和玩家们呈现一段跌宕起伏的江湖故事 您一讲的这个重磅嘉宾 我们先别揭晓 让大家一起来猜一猜 好 我这么跟大家说吧 这位歌手被形容为美好而又强大 他的歌声轻飘悠扬 却足以见起人们内心深处最深的情感和思绪 猜到了吗 可以在弹幕上直接告诉咱们 是的 那么大家可以在弹幕上告诉我们 我们已经看到了非常多的玩家朋友们 在弹幕上已经开始猜起来了 那这一位呢就是唱着卷珠连的天天少年 今天呢来到了我们大话西游 欢聚庆典的舞台 那么他呢将用自己天籁般的声音 为我们诠释一段全新的少年游 欢迎获尊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年少轻狂 好妙轮回几番春秋 四海逍遥君子笑看云流 一当年之交友 听夜与宫悲酒 倾等看见 庄稠不休 好风阳请周 一夜星河再寝梦 何出梦星云山 吉万重 复养山水中 回首天地无穷 山长青水长流 请拥有 江湖依旧 传说几株水流 天涯何处少年游 长风相送 明月为我来照 西游万里路迢迢 三街傲妙 路回几帆春秋 四海逍遥 君子笑 看云流 一档年之交友 青夜与共悲酒 挑灯看见 庄之不休 好风阳青州 雨也行何在庆盟 何处梦行云山寄万宠 抚养山水灼 回首天地无穷 山长青水长流 请拥有 好风阳青州一夜 星河在清梦 何处梦行云山寄万宠 抚养山水中 回首天地无穷 山长青水长流 请拥有 山长青水长流 请拥有 好厉害厉害厉害 好听啊好听啊 确实终于见到霍尊老师了 对不对声音真的非常非常的悠扬 非常非常的动听 感觉啊这江湖情怀 人事浮沉的都在咱们霍尊老师的一次 太夸张了谢谢 真的是哇 我感觉我还要再讨这一会儿 回来回来啊赶紧回来啊 太好听了 在这里大家特别欢迎我们的霍尊老师来到我们大话西游18周年盛典的现场啊 首先先跟我们正在收看直播的各位玩家朋友们打声招呼好不好 大话江湖的玩家朋友们你们好我是霍尊 其实我们今天可以发现霍尊老师今天这个伴上也是非常的 具有这种国风化啊 很有意思 我觉得如果说咱们真的穿越到了咱们大话西游的世界当中 您觉得最接近当中的哪一个角色 我觉得人都多面性 没错 我骨子里还是比较接近 我觉得虎头怪比较接近 更加谎一些 真的没有想到霍尊老师竟然去自己像虎头怪啊 我私底下有这样一面吗 所以我说其实每个人就像刚才霍尊老师说每个人心中他有多面性对吧 对 外表可能像儒雅的我们的逍遥生 但是内心有着一个虎头怪的这种刚猛和粗犯啊 对 想问一下我们霍尊老师 您每周都会追班我们的这个少年游吗 那是必须的 因为我还看了一下这个这个剪出来的这个PVA 我觉得制作非常的精良 包括音乐也好 然后这次我唱的这首歌 编曲也是请来梁芒艳老师来制作 我觉得这个制作真的是很有水准 包括画面啊 这个流畅度啊 人设啊 包括CV啊 我觉得都是很很棒的 很用心 都特别用心 嗯 问题到这里就告一段落 那么在我们最后也不妨给我们大话西游的各位玩家们送上您的一份祝福好不好 嗯 嗯大话西游的啊玩家朋友们啊你们好我是霍尊啊首先呢我也希望大家能多多支持啊大话西游少年游因为尤其是对于老玩家来说的话这个肯定是不容错过的啊包括我来说的话我肯定我每周也会去追的啊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啊一如既往的去支持咱们的大话西游少年游嗯 好的在这里也要特别感谢霍尊老师为我们带来精彩的压轴表演那么到这里呢2020大话西游18周年欢聚盛天晚会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我们要感谢策划们如此走心的分享感谢演员们所带来的精彩的节目 同时我们要感谢我们各位老师所带来的耐心的讲解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各位玩家一直见证大话西游的这种历史性的成人里的这种陪伴 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已经登录了游戏的小程序点一点领取到我们晚会盛典的一些福利大礼呢 那么在这里呢我们要特别感谢我们的中草药护肤专家乡一本草 这位很西安的冰封以及安踏霸王流氓一刻小店MAXPAT物林星球和我们的轻橘单车十足人还有外星人能量饮料周黑鸭对于本次盛典的大力支持 感谢各位那么江湖呢最有那么多的聚散离合但我相信玩家朋友们之间的兄弟情谊是永远不会改变的 是的尽管我们今天的晚会已经到了尾声 但是我相信我们所有的玩家朋友们依然可以在我们的长安桥头再相会 那么在这里亲爱的各位玩家朋友们让我们江湖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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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